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今早的天气报告 我是沈志泰 所有的二带气旋警告信号 竟然在今早的3点40分取消了 我们一起看看 二带气旋威马逊的最新情况 卫星运图可以见到 威马逊昨天以一个西北的路径移动 在凯南岛的东北沿岸登陆了 之后威马逊继续横过雷州半岛 现在威马逊是一个强台风的程度 在北部湾一带 如果看回最新的月车路径可以见到 我们预计威马逊会继续远离香港 而一个西北的路径 今早的时候将会在广西的沿岸地区登陆 虽然威马逊远离在香港 本港的风势都减弱了 不过如果看回雷达图像可以见到 其实今早有些雨区至我们东南边 就向上移动影响香港 受到威马逊的外围雨带影响 我们预测今天仍然有些骤雨 除了骤雨之外 如果今早看回大浪湾的天气照片 可以见到 其实海面依然有些涌浪 所以提醒大家 虽然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已经取消了 但是海面依然有涌浪 所以大家就要继续提高警惕 而至于今天的天气预报 我们预测回来 就会是大致多云 有几阵的狂风骤雨 而最高的气温就会大约是30度 风的方面就会吹和缓至清静的东南风 而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就会吹强风 海面就会是有涌浪 而至于未来那几天的天气预报 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些雨量和云量的预报 我们见到威马逊 虽然未来那一两天就会移入内陆 和逐渐地减弱 但是沿岸地区受着一道广阔 灯亚曹的影响 依然都是有些骤雨和云层 所以我们预计回来那两天 香港依然都是受着一些骤雨的影响 所以大家出街的时候 最好都是带一把傘 那么少的天气报告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